其实很多时候demo就是这样 不用一定要用粤语去唱出来 有时可能用啦啦啦地拉出来 或者有时会填一些日文 或者会填一些英文或者国语 其实最重要都是想令到听demo 或者唱片公司或者歌手 可以听到旋律的感觉 如果喜欢一首歌 先去找一个填词人去填粤语或者国语 甚至有时填词的歌词内容 是完全语无论次 甚至是很搞鬼的 包括这首歌 由Swing写给陈奕迅的《重厚味》demo 大家可以听得出 今次这首歌是完全没有填词的 就这样用啦啦啦 但是搞鬼的歌词就快出现啦 听清楚点啦 Filipi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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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想译我 我想译你 你们想译我 Filipi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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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你不会 不会 不会 你究竟去了 你可以聽到Gerald和Eric Kwok 不斷在唱Filippino Filippino 和你想搞我我想搞你 有時填Demo的詞就是比較輕鬆 因為通常這些Demo 都只是歌手自己聽或者是唱片公司聽 所以就不需要特別去想 用不需要make sense 用不需要話語正正經經 你知道一向swing是比較搞鬼的 兩個作曲家來的 不如我們聽聽另一首Demo